嗨,こんばんは、たまです 今天呢,回到我们这个下集第二集的这个 狐狸と熊的这个童话故事部分 所以呢,我们就马上继续 经过两次骗局之后 故事的这个续集 好了,那故事还没有开始之前 那如果你还没有订阅他们的频道 一定要订阅哦 而且要在旁边的那个小小铃铛按下去 选择全播通知 这样子呢,每个星期有更新新的视频内容的时候 你将会是第一个叮咚 收到通知的啦 好的,那上一集呢,就有说到说 这个熊先生呢 就是被狐狸给骗两次了嘛 所以我们来看接下来的发展 熊猫はいくら畑を作っても 美味しいところが食べられないので がっかりして 山の中をのそのそと を歩き回りました すると、袋が木の上から声をかけました 那这边呢,他就是指 因为他没办法吃 所以他就强调说 不管他重多少次 都没办法吃到好吃的 食べられない可能系 然後呢,而感到がっかりする 就是失望、沮丧、心情很低沉低落 然後呢,就在山中呢 のそのそ のそのそ 這邊就是慢吞吞的 你可以想像 心情不好的人 走路呢 就是慢无目的的 慢吞吞的在走 然後後面的 歩き回る 就是呢 到处走的意思 一直徘徊著 歩き回しました 那接下来呢 就是這個時候呢 這個 袋 袋是什麼呢 就是貓頭鷹 另外一個動物了 那貓頭鷹呢 他就在樹的上面呢 就叫了這個熊先生 這邊呢 声をかける 就是叫人 欸欸 這樣子 熊先生、熊先生 這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貓頭鷹 跟熊先生 在說一些什麼 熊先生 元気がないな どうしたんじゃ あー 俺はここのところ ついてないんだ 狐丼と一緒に 畑を耕して 大根と人参と 長芋を作ったんだ そして 俺が土の上のものを もらう約束したんだが 取り入れてみれば うまいところは みんな狐丼のものになってしまった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稍微有點長 他就有這個貓頭鷹 他就問了嘛 就叫住熊先生 他就說 看起來很無精打采 你的這個精神很低落 元気がない 然後發生什麼事情呢 どうしたんだ 這樣子 然後熊先生 他就說 最近呢 じいてない じいてない就是 運氣不好嘛 經常倒霉 運氣不好 然後他就說明整件事情 就是我跟狐狸呢 就一起呢 就是種到甜嘛 然後種了這個 白蘿蔔 紅蘿蔔 還有這個 我們講的山藥 然後呢 我就要求說 我要這個泥土上面的東西 就拿回去了 就是約束 約束通り 就是依照承諾的那個樣子 結果呢 就是收割之後呢 看了呢 就是 所有好吃的部分呢 都變成了狐狸的東西 簡單來說就是這樣子 那接下來呢 他就說另外一個 就像我們所說 第二次的水果就是 這個南瓜西瓜跟甜瓜 それで今度は ウリとスイカとカブチャ作って 俺は土の下のものをもらう約束したんだ ところが 取り入れてみれば 美味いところはまた 狐丼のものになってしまったのさ 所以這個也是一樣 他就說這一次呢 我們就種了甜瓜 種了西瓜 還有這個南瓜嘛 然後呢 我就照著我們約定一樣 我就拿了泥土之下的 所有的東西 那ところが 就是然而呢 在收入的時候 在收割的時候呢 結果這個好吃的部分呢 又再是變成這個狐狸的東西 這樣子 好 これを聞くと 袋は笑い出して ほほほほ 熊さんや それはお前さんが 狐丼に騙されたんじゃん 一つ わしがいいことを教えてやろう と言いました 那這個 貓頭鷹呢 他就聽到剛剛熊先生 所說的所有的遭遇呢 他就聰明 一下子就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他就開始笑了出來 笑出來 ほほほ 熊先生啊 這是你被狐狸給騙了 不是嗎 那這邊呢 後面還就是說 我來告訴你一件好的事情 一つ わしがいいことを教えてやろう 那這邊的わし 就是老人家自稱 私所會用的一個 稱號 わし 這樣子 那什麼好的事情呢 這個時候呢 熊先生當然是問嘛 いいことってなんだね いや いや 実は 今を百姓が馬を引いていったんだがな 馬には急所があって そこを噛みつかれると ころっていってしまうんだ そうすれば あとは食い放題じゃん 那就說呢 其實啊 最近呢 這個有百姓 百姓百姓呢 不是指人民 它是指農民的部分 農民呢 它就把這個馬兒給拉出來 這邊呢 ひいていたん 是引く的動詞 就是把它拉出來 然後呢 這邊 馬には急所があって 急所 這邊的急所呢 就是我們講的弱點 或者是致命點 馬的致命點 所以呢 只要在那個地方呢 咬下去 這邊呢 噛みつかれる 就是被咬的話 在它的弱點被咬的話呢 ころっていってしまうんだ 就是會死掉的意思 會把它殺死 會死掉 然後呢 這麼做的話呢 它就有什麼呢 あとはくいほうだい ほうだい 這邊是放題 所以くいほうだい 就是可以吃多少 就是吃多少的肉 因為馬的這個體型比較大 所以呢 這個馬頭鷹就說 你只要咬到它的這個致命點的話 它就會立刻死掉 那你要吃多少的馬肉都可以 這個是他建議給這個 告訴熊先生的一件好事情 那接下來呢 他就要針對狐狸的說話 他就說 きつね丼は馬の肉が大好きだから これを教えてやなさい 那他就告訴熊先生 因為啊 我知道這個狐狸很喜歡吃馬肉 大好きだから 然後呢 把這件事情告訴 啊 振り吧 這樣子 這邊呢 やんなさい やりなさい 就是請你告訴狐狸這件事情 熊が急車ってどこなんだね と聞くと 後ろ足の筋が急車で そこを噛まれると ストーンと倒れて死んでしまう ということでした 他就問嘛 剛剛你說的致命点 到底是在哪裡呢 貓頭鷹呢 他就說 他的致命點呢 就在馬的後腿 這邊的死頸 就是指肌肉 馬後腿的肌肉 然後呢 只要在那個地方咬 也就是說被咬的話呢 ストーンと 這邊就是馬上立刻的 倒れて 倒下來 死んでしまう 就死去了 這樣子 一咬到 因為致命點嘛 所以就會倒下來 這樣子 他就告訴熊先生了 那這個時候呢 當然熊先生聽到 他就要馬上回家 告訴這個狐狐老弟 それを聞いた熊は 早速狐に教えに行きました なぁ 狐丼 俺は今 袋の親父にいいことを聞いたよ おわい 馬の肉が好きだそうだが 馬というのは 後ろ足の筋が急所で そこを噛まれると 殺っていってしまうそうだぞ 那這邊呢 是 他就告訴了整件事情 他就說 馬上立刻呢 就是去到狐狸的家 告訴他 狐狸老弟啊 剛剛呢 我在貓頭鷹老頭那裡 聽到好的事情喔 他就說 ニア 看起來呢 好像很喜歡吃馬肉 所以呢 馬呢 有他的這所謂的後腿 肌肉呢 是致命點 只要在那個地方被咬的話呢 就會馬上死掉 那 狐狸聽到了呢 當然就非常的興奮喔 那這邊呢 那這邊呢 他就在說什麼 Kuishinbo 這個之前有跟大家分享過 就是 嘴殘的人 很想要吃東西的人 叫做 Kuishinbo 然後呢 就說嘴殘的 一聽到說 可以吃馬肉的狐狸老弟呢 半分も聞かないうちに 就是 我們講 聽都沒有聽完 他就馬上 去做了這個事情 這邊的 那駆け出す呢 就是 跑出去了 開始跑這樣子 開始跑 駆け出す 然後呢 五百秀山的馬のところへ行って 就去到農民家 放馬的地方 這樣子 然後呢 突然 就突然的呢 就是把這個 馬的後腿的地方 給咬住 這樣子 咬上去 然後呢 這時候發生什麼事情呢 その途端 キツネは スポーンと馬にけられて 死んでしまいましたとさ ずるいことばかりしていると 終わりはこんなものだ という話 ドンピンカラリン 所以這個呢 就是結尾 最後一段了 那這邊呢 他就說 狐狸呢 在咬這個馬的後腿的 那一個瞬間 那一個突然 然後呢 就被馬 給踢了 這樣子 スポーン 這樣子 一個狀態 然後呢 蹴られて 就是被踢的 被動形式 然後呢 死んでしまいました 就死掉了 因為馬 大家知道嗎 被馬踢到是很嚴重的一件事情 所以千萬 不要站在馬的後面 這樣子 然後呢 接下來他就教大家 ずるいことばかりしていると 就是做了很多狡猾的事情呢 這個呢 就是他的下場 終わりはこんなもの 那後面呢 這個 ドンピンカラリン カラリン 他其實就是指 結束的 這樣子的一個說法 就古代的故事 結束的時候 會用的一個詞句 這樣子 所以其實他沒有特別的意思 就是 おしまい 結束 這樣子的一個說法 所以這個呢 其實他是 復仇的童話故事 就剛剛有所說的 好的 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所有的影片內容 那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內容的話呢 不要忘記 給我一個大大讚 然後分享 注意給你所有的朋友 那如果你還沒有訂閱他媽頻道的話 一定要訂閱喔 這樣子 你可以訂閱時間呢 所以他媽就先動他了 那麼下個影片再見吧 拜拜 那之後呢 就是 同一天嘛 就妻子呢 被帶回來之後呢 那之後呢 就是 這個 他就每一天一直在哭泣